还有来袭加上春雨也造成了农损 像是彰化了葡萄 花水才刚长出来就被冻伤 光是普新香产量就减少五成以上 另外南投国性的草莓 因为连日雨势造成了严重的水伤 整个果园都是烂果损失高达九成 尤其二二八廉价就即将到来 但是整个园区内根本就没有草莓可采 也让果农欲哭无泪 来到草莓园 原本应该是第二第三期准备要采收的草莓 现在全一味连日来的雨是 草莓泡水严重水伤损失高达九成 原本鲜嫩玉滴的草莓如今全泡在水里发霉染病 看着满源的烂果让辛苦种植的农民好心疼 边走边清理 光是一个早上已经丢了二三十个麻布袋的草莓 原本还期待二二八廉价能够带来一笔不小收益 但现在全泡汤 心在堂蟹 损失大约四五百万 镜头转到彰化 寒流来袭加上不断的春雨 受损的还有葡萄 刚长出来的花穗全都被冻伤 恐怕造成延迟性栽损 产量至少减少五成以上 天气又湿又冷 不仅让葡萄的叶子开始转黄 花穗都萎缩成了开不了的石头花 农民损失惨重 另外这次彰化地区受损的除了葡萄外 小麦甘薯也泡水发芽 高阶梨 梨碎不忍食 无法正常受粉 还有正值开花期的芒果也受到影响 农粮鼠也进行勘查 及农损统计 希望能够替农民争取补助 若是达到灾损标准 换算下来一公顷能有九万元补助 多少能够降低农民损失 接着彰化南投综合报道